说起新生代的偶像团体养成系IDOL,首先想到的就是TFBOYS,他们的成功是内宇无法复刻的。 2013年TFBOYS出道,之后一首青春修炼手册火遍了大江南北,只有13-14岁的王俊凯,王源和易烊千玺走进了观众的视线。 青春的气息给了观众一个绝对的新鲜感,也让他们在娱乐圈有了一席之地。 签约时代军风的他们在出道初期便立下了一个flag,希望喜爱他们的粉丝,陪着他们一起长大,定下了一个十年之约。 没有想到的是,2017年的一天没有任何预兆地宣布单非不解散,让许多粉丝为之诧异。 五年时间过去了,曾经的三小只也长大成人,不过三人的关系好似越走越远,从朋友到竞争对手,让许多团体粉无法接受。 五年的发展也让王俊凯,杨千玺,王源三人的地位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现如今的他们究竟怎么样了呢? 哈喽,这里是友谊说二,为你带来最新的娱乐圈资讯和恩怨情仇。 第一,王俊凯。 拥有着帅气面旁的王俊凯,在组合成立之初,就被选为了队长,也是时代俊风重点培养的对象。 每次采访时第一个发言的总是队长王俊凯。 阳光大男孩,开朗帅气,面对镜头也丝毫不露窃,让他收获了无数的粉丝。 甚至2015年,王俊凯还打破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条微博转发量超过4000万。 可见当初的四大三小实力不容小觑。 王俊凯当时也是三小之中最被寄予厚望的。 2017年,王俊凯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为之后当演员做准备。 总以电影演唱会多方面全方位的发力。 一时间,王俊凯将一阳千玺和王源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中餐厅高能少年团让观众看到了他幽默、风趣、善良、细腻的一面。 参演的第一部电影就与张艺谋合作,之后参演改编自东野归吾的解忧杂货店。 王俊凯也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年度演艺人物。 就在势头正猛之际,王俊凯的经纪人杨柳的高傲态度, 让许多同行开始排挤王俊凯,甚至是不再去使用它。 曾经想要和王俊凯合作的圈内人余某, 更是通过社交媒体曝光了和王俊凯经纪人杨柳的对话。 王俊凯并不愿意参加公益活动,都是经纪人杨柳逼着去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王俊凯赢得一个好的名声。 自称圈内人的余某还爆料说,杨柳经常会营造一种暧昧的气氛, 让王俊凯对他迷恋,从而促成一些王俊凯不愿意的合作。 更是曝光王俊凯曾经和某个当红女星存在着一些不正当的交易。 这让发展势头正猛的王俊凯大伤元气,人气下滑严重。 之后王俊凯工作室很快回应,工作室表示, 该网友是甲方想要与王俊凯合作, 合作不成就开始造谣诋毁王俊凯的经纪人。 在这个更新换代如此平凡的娱乐圈, 没有一些拿得出手的作品,是很难长久立足的。 单飞后的王俊凯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尤其是同组合的易阳千喜万道超车之后, 不少人对王俊凯的期望和压力也就越大。 重生之门正在热播,也证明了王俊凯的演技。 接下来王俊凯手里还有断桥、七四九局等, 能不能成功证明自己就看之后了。 第二,王源。 王源一直是组合的交际花, 擅长与主持人影坛前被打交道的他, 在单飞之后自然也是混得如鱼得水。 在成立个人工作室后,开始在各个领域尝试。 在影视作品《绝迹》《大主宰》《第九天长》中, 王源的演技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或许是影视作品反响不好, 或许是他想专注于音乐。 王源开始将自己的重心放在音乐上, 也不像其他同龄人一样选择了国内的三大影视院校, 而是去了伯克利音乐学院继续学习。 本来华乐坛这些年就不景气, 就连不少选秀出道的爱豆都是出道就转战拍戏去了。 而且王源去国外读书, 也一下子就让他的曝光度和热度大不如前。 但是对王源来说, 显然他更想专注音乐的创作, 而不是像两个队友那样拍戏。 其实早在2016年的时候, 王源的音乐天赋就已经开始展现。 一首原唱歌曲《因为遇见你》一经推出, 就夺得了亚洲新歌榜冠军和亚洲新歌榜年度十大金曲奖。 在接再历的王源更是推出原创歌曲《时期》。 翻飞后的王源在歌谈混得风生水起后, 也开始出现了负面新闻。 在综艺节目中爆粗口说脏话, 在公众场合吞云突兀, 让他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随着抽烟事件的不断发酵, 王源亦主动出面承认错误, 希望得到粉丝们的谅解。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有网友传出王源流连于酒吧夜店的伪造视频, 让他意识到了网络暴力的可怕性。 正在焦头烂额的他被粉丝追着要求合照时, 用自己的胳膊挡了一下, 慢慢演变成了动手打粉丝。 好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专注于发展音乐的王源不再理会网络的纷纷扰扰, 安心地创作着自己的音乐。 第三,易扬千玺。 在TFBOYS中, 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易扬千玺存在感是最低的, 也是最不被网友所看好的。 每次的采访都是站在边缘的他, 常常会被人忽视。 在采访中, 易扬千玺更像是背景版, 很少会被问到。 当易扬千玺还没说完话, 就有工作人员想要拿走话筒, 让其他两位人气更高的人说, 当初的易扬千玺相貌平平又没有太多的综艺感, 并没有获得太多的真爱粉。 谁能想到, 丹妃后的她反而成为了那个发展最好的人呢? 这就是J5的节目组向易扬千玺抛去了橄榄枝, 或许组合的丹妃让她成长了许多, 在节目中的言谈曲只显得格外成熟, 不俗的舞蹈实力也是让她圈了一波真爱粉, 宇宙东宇合作的电影《少年的你》一举夺得百花奖, 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易扬千玺首次主演电影就获得如此高的成就, 甚至有业内同行给出评价说, 在如今这个看脸看流量的影视圈, 易扬千玺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这一刻, Tia Boys不再是她的名片, 她就是易扬千玺。 有人说易扬千玺最终只是昙花一现, 但事实证明不是。 宋妮夺小红花轻轻松松夺得了14亿的票房, 让她彻底在影视圈有了一席之地, 两部电影都取得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这也让更多的人看好易扬千玺的发展。 之后她与陈凯歌徐克合作, 与吴京、朱亚文、胡军等实力派演员搭戏, 共同合作电影《长津湖》。 演技进一步提升的易扬千玺更是成功登顶百亿票房先生, 也是00后首位获此殊荣的演员。 此时的易扬千玺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无人问津被人忽略的存在, 不过易扬千玺并没有再在扬声中迷失自我, 而是不断地磨练演技,追求更优秀的自己。 自从宣布单飞不结散后, 独自成立工作室的三人不再像一个组合了, 早就已经失去了原先的兄弟默契。 当王俊凯在节目中接受采访时被问道, 你们三人现在有联系吗? 王俊凯咬着嘴唇停顿了几秒钟, 刚要回答便被工作人员叫停了这个问题。 甚至在一档综艺中, 萨贝宁说王俊凯你不能吃甜食, 可以带给他们两个食, 王俊凯的眼泪都在眼眶中打转, 想要说的话硬生生地止住转移了话题。 显然, 已经成为竞争对手的他们, 各自背后的资本已经不允许他们联系了。 曾经的组合已经渐行渐远, 曾经定下的十年之约也变得遥不可及, 不知道私下里的三人是否还有这联系, 只希望不要成为那最熟悉的陌生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记住留言有没有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啦。